大家好 我是Tony 我现在在基隆市海洋广场 今天来基隆旅行 造访了四球岭炮台 四球岭隧道 行程结束之后 来到海洋广场 疫情过后 很难得看见 有大型游轮进入基隆港 林开峻洋楼 我现在走往东海游客中心 我看见旅客在登船啊 2019年基隆港越居亚洲第二大游泳港 仅次于新加坡 1月3日创下五轮会新里程碑 立都迭克花园 超大型游轮 就是这个月第二次造访立都迭克花园 不过上次来的时候 没有机会看见大型游轮 现在游轮就在我身边 不知道几点才会起航 我非常喜欢基隆港东岸游客中心 顶楼的立都迭克花园 这里有步道可以散步 然后可以欣赏基隆港美丽的风光 今天又有大船入港的美景 那边是基隆塔 今天看起来游客不多 越接近傍晚 游客越来越多了 这一艘游轮主要载着外国的乘客 有一些游客下船游览基隆 有一些游客就待在船舱 就悠闲地坐在船舱外面的沙发 欣赏基隆风光 现在下午四点半了 我们已经在这边待了超过一个小时 越到傍晚 这里的天气越舒适 看来游轮不会很快的起航 所以没有机会在这边等待 拍摄游轮出港的情景 那我们现在前往基隆塔 抵达基隆塔 基隆塔 电梯排队动线 原子为日本时代潮洞中九宝市 空书屋 远见能文空间 我上次造访的时候是四营运 所以空书屋 还有远见能文空间 那时候都还没有开始营业 基隆塔电梯排队动线 飞假日 傍晚前没什么游客 接电梯是包厂 接电梯是包厂 谢谢 我们到了22层楼 光海楼在前面 谢谢 哇这边可以看到邮轮 来请进 出局在四楼 走楼地走下 吉隆塔 对于国际观光客来讲 应该会很有吸引力 因为从东岸游客中心那边下船之后 大约走五分钟就可以抵达这里了 搭电梯上来观景台 跳览基隆港美丽风光 往四楼远见的文书店 欧美的书店 上次是市营运的时候来 所以没有参观到远见的文物空间 空书屋在这里 进来看一下是餐厅 空书屋 看一下 你没来过 里面是餐厅 所以没有消费 不好意思进去 上面有一座观景平台 基隆塔开放到晚上十点 所以越夜越美丽 而且夏日在傍晚的时候 到夜晚来造访 天气也比较舒适 今天就不走到中正公园的观音大佛了 就停留在基隆塔的空中走廊这里 看风景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基隆港散步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哇油轮开走了 我们下次见 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 有本次基隆港旅行路线的Google地图网址连结 欢迎您点选网址 打开地图 座位旅行的参考 小爱特别提醒您 基隆塔周一没有开放 目前仍然是免费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